一旁的夜晨也是感觉到了压力 鸿蒙大星空施展 这才勉强抵抗住了天雪新的威压 挺身而立 一侧的老人健壮 心中却是暗自压抑 这小子那一站 身体状况比我还要糟糕 应该只是废人一个才对 如今怎么会有这般定力 修为还彻底恢复到了巅峰 老人实在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一个半步太真的小子 竟能以这等修为 扛住那种级别强者的威压 看 天雪新又是一掌批出 面前的空间宛若一纸薄书般 被切为两半 在空间的那一头 一幅画面徐徐展开 一道被黑衣裹去了全身人影 在荒原之上挤持 叶辰一眼便是认出那人 是他 玉清音也是一惊 先前圣古一记之中 阴摩圣殿 那一个强势灯临的黑衣人 黑衣人 挤持在荒原之上的身影 显然也发现了有人窥探 沙哑的嗓音开口道 天雪新果然强横 我轻乎抹去了全部踪迹 还是被追查到了因果 那人一声轻叹 脚下的步伐却是不曾停留 一阵怪笑之后 他讥讽道 一切都晚了 此刻的天宫神教 天雪新隔着空间强势 一掌挥出 跨越了时空 就连夜晨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天雪新居然可以随意跨越空间作战 那一道掌印 悍然拍出 连天宫神教的周围 都是受到了波及 一时间 山里鸟惊飞 平原燃起连天风火 黑人硬扛一掌 身形断线风筝一般的倒飞而去 重重地砸在地上 此等牢羽也敢来我天宫神教撒印 天雪新鸣谋不断闪烁意 那跨越时空长河的一击 微能已经是少了几分 不然这寒恨的一掌 就可取其性命 说时时那时快 话音刚落 天雪新乘胜追击 又是一掌拍出 天地为之变色 深山之中传出一声龙吟 旋即整座山脉 都是开启了结界 用以抵挡这一击的余波 万里之外的荒原之上 一道硕大的掌印撕裂了虚空 又是狠狠砸了下来 圣祖救我 情急之客一声惊呼 那轰鸣而至的巨大掌印 也已经狠狠压在荒原之上 一瞬间的天塌地线 无边的夜火 近乎燃尽了整片荒原 然而那灰烬之下 先前的人影 却已经是消失 再也不见了 该死 天雪新一声震怒地呼喊 很显然 黑衣人并没有死在他的掌下 同样是有他这种级别强者干预 以大手段遮蔽了因果 将其救走了 眼前的虚空崩碎 天空再次归于沉寂 那恐怖的威压消失不见 天雪新此刻却是翘脸寒冰 遍布寒意 想不到 阴魔神殿那个老家伙 也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 两久后 天雪新无奈地轻叹一声 自己禁地被闯入 本就已经是失了仙机 如今神武令被带走 恐怕是有大麻烦了 夜神此刻是最为冷静的 阴魔圣殿的人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带走这神武令 恐怕背后的原因 才是最深层次的 不然 这种强者肯出手干预 这是要沾染大因果的 这神武令 到底是何物 此刻已然是这般局面 再过懊恼 都是于事无补 眼下局面 只能是先搞清楚缘由 关于这神武令 远远颇为久远了 天雪新此刻也是宁谋 望向自己的师尊 毕竟之前 他也尚未破风 老人眼眸之中浑浊的光芒 一闪而逝 似乎尘封已久的 记忆一角 再次被掀开 那是数万载之前 我作为天宫神教的传人 与神武殿当时传人 在一次大笔之上 立下的赌注 神武殿的神武令 与天宫神教的天宫令一般 都是掌教信物 危及关头 持有者可持此信物 号令整个宗门 当时我与神武殿的传人一战 惊天地气鬼神 最后略胜一招 所以这神武令 乃是当属战利品 保存在了我天宫神教 当时约定的期限 不过是两个年轻气盛的小家伙 一气之约 后来的数万载时光里 我执掌了天宫神教 而各大顶尖势力的较量之中 我天宫神教也是 吻压神武殿一头 这守护之约 也是一直流传了下来 叶尘算是听明白了 玄机轻轻点头道 所以这神武殿 代表掌教信物 就一直留在了天宫神教 老人轻轻一缕 胡须缓缓点头 这些年来 神武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哪怕是那个老家伙 隐退了 但我也相信 他跟我一样 还残存于事 肯定想在有生之年 把神武令 这个神武殿的圣物夺回 按照约定 再有一月 时间也便是到了 我们必须归还神武令 天学新此刻 确实犯了难 老一辈的恩怨 确实被阴魔圣殿的家伙 利用了 神武令要是找不回的话 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后果 而阴魔圣殿 很可能也是因为如此 才故意设计 盗取神武令 自从我执掌天宫神教以来 虽然与神武殿的交集不多 但能够看出 他们对于我们 还是有些救援存在的 虽然一直保持中立 但想必也是 因为神武令的原因吧 天学新眉头一皱 事情还变得有些棘手了 老人轻轻点头道 这个节骨眼上 神武令被盗 很显然 阴魔圣殿 也想给自己拉一个 实力强大的盟友 同时也给我们 树立一个麻烦 叶辰谋子一宁 自然是猜到了什么 从天学新 以及老人的 直言片语中了解到 失落时空一代 人族最近 应该是要召开什么大会 这盛会 肯定会对天学新 击杀失落 腰狱 败越腰门第1一事 揪着不放 想从天宫神教这里 夺取一定利益 先前碍于神武令一事 神武殿 说不上支持 也肯定会保持中立 如今神武令失窃 说不定神武殿会倒戈 夜晨一语重地 连一旁的天血新 都是为之侧目 光凭几句话 便是分析出了 当下局势 这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果真不一般 阴魔圣殿 做出这种勾当 想必也是不会瞒着神武殿 我想神武殿的老家伙 应该已经受到了丰盛 之所以没有上门来追责 想必他们之间 已经有了某种协议 夜晨继续救世论世道 神武令 无论如何也得带回 事关联盟大会之结果 天血新目前 也算是自己的靠山 这天宫神教形势 也算是磊落 夜晨能帮 是不会推脱的 此刻的玉清音 站了出来 轻声道 我先前 虽为阴魔圣殿的圣女 但自从幽天殿 联姻的事情之后 对于圣殿之内的事情 了解太少了 阴魔圣殿之内 有我一个好朋友 也是我在阴魔圣殿之中 唯一信得过的人 去找他 也许能谈听到一些内幕 对于我们夺回神武令 会有所帮助 玉清音言及于此 一顿 继续开口道 他叫莫如秋 我可以亲自去走一趟 天血新倒是对 玉清音此番话 连连点头 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也只有 玉清音说的 这个方法可行 夜晨确实眉头紧皱 思虑半赏后 急忙摆手 你不能去 阴魔圣殿 于你身上 沾染有大阴果 而且你能发现 他们入侵 他们之内 也一定有人能发现你 先前阴魔圣殿的黑衣人 抹去了一切痕迹 窃走神武令 遮去了所有阴果 但偏偏被 玉清音发现了 很显然 阴魔圣殿的地界 玉清音一旦踏入 同样会被发现 夜晨目光再次一转 上下打亮起天血新来 天血新也是眼眸直视夜晨 轻轻摇头道 我也不行 我的实力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引起人的注意 况且神武令失窃 此刻我的一举一动 都是在所有人的眼中 一旦离开天宫神教 第一时间会被人知晓 夜晨 如今 可能只有你亲自娶到了 眼下看来 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可是夜晨的情况 玉清音不免有些担忧 夜晨自从万神雪 山之巅归来后 一直在养伤 如今的状态恐怕并不好 怎么看 他也不是最勉强的人选 夜晨却是轻轻一笑 摆了摆手 无妨 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过我眼下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天血新似乎猜到了什么 开口道 你说的重要之事 可是关乎那叫 深屠婉儿的女子 夜晨点点头道 她对我有恩 如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必须先救她 然后再想办法解决神无令 天血新思考数秒道 这是自然 眼下那大会还有些时间 我在天宫之地有足够的话语权 延迟一些日子也不难 此时和你的事情相比 确实没那么急 你在处理生徒小姐之事的时候 我也会安排弟子查探几番 等你处理完毕 再去找神无令 这便我会顶住压力的 如果你要回去 我便亲自送你离开 对了 我虽然无法推演 那深屠婉儿的下落 但应该有人可以推演 此人最好借助外物推演 而非自身 夜晨听到这句话 毛子突然一亮 他一直忽略了一个人 那个人便是几林 几林已经将云顶天书 与仙福天书融合 他展开云顶之意的棋盘 朱田万计的因果 都可以窥查洞算 也是算到了朱雀之门的下落 连朱雀之门都可以算到 恐怕神徒婉儿的下落 也可以确定 夜晨眸子一宁 便对天雪心道 多谢前辈 我自行前往就可 若神武令事态紧急 还请借助飞舰传输 提前通知于我